大家好,今天又到星期日,2021年5月2日 大家是否也想看一片呢? 今天我們不如看看大橋經過了一個星期之後最新的情況 歡迎來到VIPP主仔頻道 好,我們很快看看一個星期前,4月25日的星期日上午 其實VIPP就出去了,拍到大橋最新的樣子 當時只有主橋建好了,沒什麼特別的 那天VIPP還說很久都沒有拍過大橋 看看星期日的清晨,究竟大橋是怎樣 因為看到其實跟平時一樣,一個星期前 好,我們來看看一個星期後 5月2日上午,星期日 你看到原來這個跨灣大橋 主橋兩邊的連接橋已經安放好,裝好了 即是主橋的結構和前後的連接橋 總長度由原先主橋的200米延伸到 加了兩邊100米,總共400米已經整好了 好,大家現在看到其實就是今天5月2日上午的情況 今天也是一個假期,所以海面比較寧靜 只是有一些又是打算出去釣魚的船 剛剛經過橋底 另外經過整個星期工程之後 原先兩個連接橋的等船 就在旁邊,應該會準備下星期就離開了 好快看完今早的情況 至於昨天星期六,5月1日情況如何? 其實你會看到兩邊的連接橋 一左一右,最主要是左邊是星期五安裝上去 變成這個5月1日早上已經安裝完 好快看完 另外其實如果我們在隧道連接口那邊 繼續在建如火如土 昨天其實Rippy也出了一部影片 是說4月份那裡的情況如何 大家有興趣記得可以看看 但是至於左邊連接橋裝了之後 看來就大大地加強了現在的礦環大橋的使用進度 根據官方的公告 其實暫時通車時間 都要去到2022年的下半年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那一部分 四百米就剩下了 一前一後 其實還有很多工程進行 你看到在海上的等船 它就厲害了 包括連接橋和主橋 那時候都是靠它 就由上海、蘇州那裡 運來香港 我們很快一個回顧 其實你看到 剛剛上個星期日 4月25日其實兩邊都沒有什麼 連接橋的等船已經到了香港 早上拍了在框安大橋主橋的右手邊旁邊 去到28號 其實在主橋的右手邊已經開始安裝好了 第一邊的連接橋了 去到29號 去到29號 將完 右手邊 這個 運載連接橋的等船 就來了左手邊 就準備 就緒 那 WIPP那天也有出片 變了上個星期 差不多每天都有出片 去跟進回大橋連接橋的安裝情況 其實那時候已經估計 應該是4月30日 就選擇這個 潮席潮帳的 對的時間 就會安裝起來 變成整個過程 由26號開始 星期一 到30號 星期五 一個星期 將兩邊的連接橋 安裝上大橋的左邊和右邊 去到4月30號 即是剛剛那個星期五 中午時份 其實就看到它已經在安裝 左邊的連接橋 等船就慢慢 就使用連接橋的組裝鍵 就過來大橋 現在看到了 在大橋那邊 稍微高一點 然後有斜度 慢慢游到左 放回到橋椅上 所以整個兩邊連接橋的安裝程序 如果不算 其實兩個連接件 由這個等船運下來 4月23日 在蘇州 經海路慢慢 靠這個等船 運這個連接件來香港 去到26號 就到達香港 然後就經過了大約五日的工作天 就在星期五 就把兩邊安裝好了 另外看多一點 除了26號那天 除了發現兩個連接橋 運來拍在主橋的右手邊 其實在主橋的左手邊 發現另外有個吊船 吊一些大型的工作車輛 上去主橋的橋面 所以去到5月2號 今天上午 你會看到 這個左邊連接橋 他放了上去之後 看到有些車都拍了過來 最主要是先前吊上去 主橋面平了在這裡 接下來看來 橋面都是有些工程去進行 靠這些工程車 去繼續開工 所以由上個星期日 25號 到今個星期日 5月2號 其實整個過程 Wippy 差不多每天 都有跟大家去跟進分享 多謝你支持 比較特別 每天 差不多每天 27號其實沒有出片 除了27號 還有5月1號還沒出片 其他日子 都有每天去跟進一下 這個大橋的安裝情況 希望你喜歡這個系列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見 我們再看多次 安裝完兩邊連接橋 現在全場400米的 康安大橋的主橋部分的情況 如果想看多些 康安大橋的施工情況 記得去回 Vippy 主仔頻道裡面 找到Paylist 你會發現 超過10條片 是講康安大橋的 可以慢慢去欣賞一下 各位 也可以加入我們 群組的頻道 在Facebook那裡 做 Historical 在Facebook那邊